海俊杰 李诗华 陆浩铭等这天为娱乐大家10点半进行录影 2月12号是诗华的生日 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他也说没什么人约 不过幸好有胡说八道会一众姐妹窝心陪伴 胡说八道好姐妹他们就坚持要见我要跟我切蛋糕 因为他们觉得这段时间其实真的很孤单 就没人跟我清楚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他们几个女生都陪我 就我们去了一个房间 然后就自己几个女生就过那个生日了 演技出色的诗华早前就采过界挑战做歌手这个身份 何海俊杰推出了一首合唱歌 还回到经销大厦的取景地香槟大厦拍MV 那不知道诗华有没有打算签唱片公司发展音乐事业呢 很多也有问 就诗华你会签唱片公司吗 其实之前有谈过 但是我的主菜就是演戏 我最喜欢就是演戏 唱歌音乐我也喜欢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甜品 对有时间就吃甜品 那没有时间就先演好我的戏吧 早前陈山聪宣布游戏即将竞争做爸爸 诗华当然有送上恭喜祝福了 我们其实一早就已经知道 颁奖礼的那天都已经知道了 而且我们拿奖的那一刻 其实我真的很想说 但是我不能说 因为要尊重他的太太 你知道吗 他的家人 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是男还是女 他说儿童节的那天会宣布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女生 不就是对 但是大部分的 Crazy Runner 我们的姐妹 姐妹都是觉得是女生 去连海俊杰上一次回TVB 录影综艺节目 原来也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 所以这次和诗华做客娱乐 打交玩游戏 也令她非常期待 事前她还特地看节目做功课 以前就是有看过吗 有啊 阿杰的那个 对对对 有看过 里面的游戏很好玩 然后有一个 怎么杀人的 那个玩牌的那个很复杂 可是这次有视线 就是训练好你的头脑 更加灵活的 对对对 看到那个头 不要讲TVB 那肯定输了 可是有诗华在会会 令你那个感觉比较安心 应该会吧 因为她玩过这个节目 因为性型肺炎关系 不少艺人的工作都受到影响 就连原本有开音乐会计划的海俊杰 也需要延期 这个我觉得延迟什么什么演出 那些没关系了 最重要是 现在希望就是 不单止是香港 就是全世界 那个病情快点快点过去 最主要就是现在 大家的每一天的生活 要过得安稳 平安安静 就这个 这个是最重要 讲 吧